桃園市平正区山峰国民小学第42届毕业典礼 典礼开始 各位贵宾大家好 我是美贵老师 我是于安老师 很高兴我们能担任桃園市平正区山峰国民小学第42届毕业典礼的主持人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无法相聚在一起 但我们还是可以用线上的方式进行一场别开身面又难忘的毕业典礼 为了让各位毕业生能有个难忘的毕业典礼 在校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一起筹划了此次线上毕业典礼 希望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 在这里也先和大家介绍我们的大家长 徐衍正校长 家长会 庄国卿会长 教务处 林伯军主任 学务处 王新成主任 总务处 林毅清主任 辅导室 许志豪主任 幼儿园 李新如主任 人事是赵丽玲主任 会计是舒燕娟主任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这个伴着你们成长 由童年成为少年的校园 也让校园中的点点滴滴 永远留在你们的心中 等会儿可以收到其他等会儿的地方 这个事是对比赛的方式 并不允许 祝你小时发生在学校园中的部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信这些美好的画面会永远留在毕业生的心中 长官及贵宾致祝福池 首先我们请市长及局长致祝福池 各位市长 家长 毕业生 大家好 疫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台湾 过去的一年真的是非常辛苦而且难忘 今年高中以下的毕业典礼都改台线上举行 但是我们的祝福不打折 作为市长要保护市民的安全 也要守护桃源 我相信用线上举行也是为了防疫的安全 在毕业的时刻 我要特别祝福所有的毕业生 身体健康是一切的基础 希望大家养成规律的坐骑 均衡的饮食 良好的运动习惯 也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我们防疫必须要从个人保护坐起 我希望未来的每一天 大家都能够健康 平安 幸福 也希望在未来的学习之路上 能够长保学习之心 探索知识 自主学习 我想这段时间虽然有疫情的冲击 但是我们的学习并没有中断 希望所有的毕业生们 未来能够保持好奇心 保持进取心 最后我要特别祝福每个毕业生 那么在学校的生活 我们有点点滴滴的回忆 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同学 不管是点滴的互动 或者在生活上 课业上 给我们的帮助跟关怀 我们都要放在心上 毕业是一个新的开始 希望所有的毕业生们 珍惜学习的成果 勇敢地追求人生 祝福每一个毕业生 同城万里 健康平安 平等不停学 台湾加油 桃园好棒 谢谢市长与局长的祝福 那我们现在请议长为我们自祝福词 各位同学 老师以及市民朋友 大家好 我是桃园市议会议长邱玉胜 最近疫情的影响 许多学校毕业典礼 取消或改为线上 我能够体会各位同学心中的失落 但是非常时期 我相信各位同学一定可以体谅 让我们大家同心协力 一起度过疫情的一个挑战 在这个毕业时刻 我还是要祝福 我要恭喜毕业生 完成现阶段的学业 与老师 同学 共同编制的校园生活 充实又精彩 毕业是将来最美好的福音 我想告诉每一位同学 你们是未来的希望 未来的还很长 属于你们的青春 也还没有擅长 只要你们带着梦想 未来就会有希望 带着勤劳 做什么都好 拥有热情 生活将会更加的精彩 期待你们可以秉持学习的初衷 学会用心体会他人的一个付出 回归社会把爱传出去 最后祝福各位毕业生 腾成万里一板风顺 毕业快乐 祝大家毕业快乐 谢谢医长的期许以及祝福 接下来我们邀请立法委员 吕玉玲委员为我们献上祝福 各位毕业生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员吕玉玲 今年因为疫情 没有办法到学校参加毕业典礼 在这边首先恭喜 各位毕业生完成了一个学习的阶段 这代表着要展开另一个人生的阶段的学习 所以期望所有的毕业生 大家都能够有一个积极进取的决心 一个热忱待人的态度 把握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勇往直前去祝梦 相信有志者四进城 一定会美梦成真的 玉玲在这边祝福每位毕业生 在未来能够展翅高飞 蓬城万里 谢谢吕玉玲委员对大家的期许与鼓励 那接下来我们请校长为我们致祝福池 各位亲爱的家长 同学 与我们敬爱的老师 大家好 先祝福大家休业期满毕业 准备踏入国中教育阶段 今年的毕业典礼很特别 必须在线上举办 虽然多了一层隔阂 看不见我们所有的毕业生 相信你今天也所在属于你们自己的毕业典礼前 一起来参与三峰第四十二届毕业典礼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教导过各位的毕业班老师 六中美华老师 六校光瑞老师 六人新明老师 六爱学芳老师 六美俗清老师 六美宿导文会老师 以及各班的客人老师 一清主任 新陈主任 志豪主任 荣杰老师 玉智老师 秀琪老师 彩瑞老师 樊如老师 立威老师 义琪老师 美佳老师 硕宏老师 嘉宏老师 婉存老师 以及诗问老师 所有的老师都尽心尽力的 为了大家的一个学业而努力 校长想要祝福大家的是 身体健康 一切平安 首先校长期待大家无论是居家 或是未来在学校能锻炼强健的体魄 在居家这段期间内 与同学间的联系或碰面机会 一定变少了 那刚好又是毕业典礼的期间 记得还是要跟同学保持联系 第二 老师们为了大家无悔的付出 尤其在疫情停课居家学习期间 更是用心与用力 毕业之后更不忘老师对大家的好 事实的 我们也联系跟问候老师 第三 规划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一起面对可能未知的调整 受疫情影响 做起可能改变 但在变动下 对自己的学习 一定要有规划 以均衡身心的发展 第四 凡事一定要正向思考 永远往好的方面去想 遇到困难的地方 记得一定要求助 或者是请教大家 最后祝福大家一切顺利 创造自己更好的生命故事 谢谢 谢谢 谢谢校长的叮咛以及祝福 最后我们请会长为大家献上祝福 今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也是一个令人百感焦急的日子 要用视讯的方式 要用视讯的方式 恭贺同学们毕业 经过六年的努力 圆满了完成国小的任务 即将告别如梦般的金色童年 并从这里开始起步 跨入人生旅途中 一个崭新的路程 在此 会长向你们表示忠心的祝贺 很多同学 都是在三峰 度过六年愉快的小学生活 我也相信 跟学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校园里的一草一木 都深深地印在同学们的脑海中 私生的英容笑貌 也将成为同学们 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短短的六年 你们告别了天真 走向了沉稳 脱去了童年的志气 获得了自信 默然回首 那已经过去的一切 就好像是在昨天 如同在三峰之心 才艺选拔的过程中 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 学习在舞台上 展示艺术才华的身影 我们也共同完成了 中峰地下道 三峰艺术画廊的复制 在植树节 共同种下三峰国小的樱花复道 还约定在未来的 时间里 共同开启我们的时空宝盒 生活往事 历历在目 令人回味 三峰国小 不仅是你们成长的摇篮 也是我们播种希望 心情耕耘的原地 一切的一切 多么令人难忘 此情此景 多么令人回味无穷 人的一生就像是在爬山 这三路是漫长的 是崎岖的 当然 这一路上也随处可见美丽的风景 但是最迷人的风光 还是在最顶峰 所以要一直向前走 不要让藤蔓 缠住你追求的脚步 也不要让沿途的景色 迷惑了双眼 要用智慧 用毅力 用勇气 来征服一切的艰险 攀上顶峰 去领略那 神奇秀丽的风景 最后祝福你们 同城万里 自在飞翔 同时祝福你们永远快乐 学习进步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这一次毕业的班级 首先要介绍的班级 是由郝美华老师 以及我们的柯任老师 樊慧如老师 徐秀琪老师 邱美嘉老师 陈硕宏老师 周易琪老师 许志豪主任 谢玉芝老师 陈诗文老师 所带领的 我们活力充沛 充劲十足的六名中班 紧接着要介绍的班级 是由我们的导师 段光瑞老师 以及我们的柯任老师 樊慧如老师 于彩瑞老师 周美嘉老师 陈硕宏老师 陈硕宏老师 刘嘉宏老师 黄荣洁老师 黄荣洁老师 谢玉芝老师 以及何文贵老师 所带领的 活泼大发 有爱自信的六年人班 跟着要介绍的班级 跟着要介绍的班级 是由导师 彭雪芳老师 以及柯任老师 以及柯任老师 邓陈硕老师 邓毅老师 周艺琦老师 张淑青老师 以及数科导师 何文慧老师 以及我们的柯任老师 邓碧薇老师 邱美嘉老师 周艺琦老师 П诲 颁奖 颁发毕业证书 以及在校表现优役奖 首先请校长为我们 宣读毕业证书 颁发毕业证书 学生 林语庭 准付 125 名 在本校休业期满 成绩及格 准语毕业 依国民教育法制规定 给予毕业证书 辞政桃园市平证区三分国民小学 校长许远证 中华民国110年6月16日 首先颁发六年中班毕业证书 及在校表现优异奖项 首先恭喜我们吕元甄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发毕业证书及服务奖 接着是刘哲三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及活力充沛奖 接着是刘家军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及学习优异奖 服务奖 接着是陈伟中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颁长奖 奖学金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罗士杰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卓越奖 以及服务奖 接着是梁天安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潜力无限奖 以及服务奖 接着是吴蒂文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下来是刘耀宏 接下来是刘耀宏 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品学兼优奖 全勤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林鼎恩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以及服务奖 接着是刘耀宏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谭联习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着是范家兴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教育局长奖 及奖学金 荣誉奖 服务奖 接着是罗欣瑜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陈伟宁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及最佳表现奖 接下来是张欣磷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着是李佳颖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最佳学习奖 以及服务奖 接着是迈恩琳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四张奖 奖学金 以及全行奖 接着是陈宇童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以及谁与真风奖 接下来是廖维宁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品学兼优奖 服务奖 全行奖 接下来是高湘林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高瑞皮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及勇者舞迪奖 接着是黄安瑜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品学兼优奖 以及服务奖 接着是杨宇柔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以及勤学建议奖 接着中班的最后一位同学 陈谱原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以及敬业乐群奖 接着我们颁发六年校班 毕业证书 及在校表现优异的奖项 首先我们颁发的是 除政家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品学兼优奖 接下来是朱饼佑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异奖 服务奖 接下来是吴安晴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下来吴欣伟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品学兼优奖 服务奖 接下来 萧炳鸿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一掌奖 及奖学金 服务奖 接下来 吴宥洁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接下来 陈威旭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敬业药群奖 全勤奖 接下来 吹冠宇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乐观认真奖 接下来 钟家豪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服务奖 接下来 五年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谁与针锋奖 服务奖 接下来 洪嘉诚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勇者无敌奖 接下来 徐佩千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下来 陈嘉宇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品学兼优奖 接下来 金问荣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最佳学习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吴佩玉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教育局长奖 及奖学金 荣誉奖 服务奖 接下来 陈宇敏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勤学兼义奖 接下来 陈恒珍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市长奖 及奖学金 全勤奖 荣誉奖 接下来 许慧山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活力充沛奖 接下来 蔡逸轩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最佳表现奖 以及荣誉奖 接下来 张维英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潜力无限奖 接下来 邱思涵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卓越奖 荣誉奖 服务奖 接下来 陈佑静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服务奖 接下来 胡亚轩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下来 刘子怡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服务奖 接下来 李品确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下来要颁发六年人班毕业证书 及在校表现优异奖项 首先是中定女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 中正月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颁学兼优奖 以及服务奖 接着是 郭震翰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及最佳学习奖 接着 杨又凯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勇者无敌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 何嘉伟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及学习优异奖 接着是 胡志杰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谁与真空奖 服务奖 接下来是 书俊成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及学习卓越奖 接下来是 真天佑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以及最佳表现奖 服务奖 接着是 周嘉豪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着是 谢霆宏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颁给毕业证书 及博力充沛奖 接下来是 李欣贤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着是 邓可杰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市长奖及奖学金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 林依嘉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及全勤奖 接着是 徐盛乔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以及服务奖 接着是 简书琴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下来是 高廷轩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及敬业乐询奖 接下来是 胡子廷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品学兼优奖 全勤奖 以及服务奖 接着是 胡雅萱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着是 战永华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一掌奖及奖学金 服务奖 接下来是 黄湘颖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以及服务奖 接着是 马显文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教育局长奖 及奖学金 还有服务奖 接着是 朱一臻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勤学建议奖 以及服务奖 接着是 中芷英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着是 苏玉杰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及服务奖 接着是 陈芷贤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及潜力无限奖 接着我们颁发 六年爱颁毕业证书 及在校表现优异奖项 首先 谢君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市长奖 及奖学金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李世平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一奖奖 及奖学金 荣誉奖 服务奖 接下来 陈柏华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异奖 接下来 黄宇康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下来 温智杰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品学兼优奖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前天宏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下来 江正安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卓越奖 全情奖 接下来 罗维荣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接下来 游敬成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服务奖 接下来 郭嘉宇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品学兼优奖 接下来 林佩欣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潜力无限奖 全情奖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环草宇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龙文玉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谁与针锋奖 全情奖 服务奖 接下来 邱欣宇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最佳学习奖 最佳学习奖 服务奖 接下来 郭敏伦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教育局长奖 及奖学金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张金桥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最佳学习奖 最佳学习奖 服务奖 接下来 彭佩宇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勇者无敌奖 接下来 刘子军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接下来 张欣宇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服务奖 接下来 张宇婷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最佳表现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郑爱露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品学兼优奖 以及荣誉奖 接下来 王宇琴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颁给毕业证书 服务奖 接下来 郭宇婷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全勤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柯宇婷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勤学兼义奖 接下来 陈思敬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敬业药群奖 接下来 颁发六年美班 毕业证书 及在校表现优异奖项 首先颁发 邓维成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何国成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邓开鸿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潜力无限奖 荣誉奖 接下来 张修成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以及荣誉奖 秦学建议奖 接下来 黄品艳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勤学建议奖 荣誉奖 荣誉奖 接下来 邱威翰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林语婷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易奖奖 及奖学金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刘佳琪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活力充沛奖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余轩妮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罗子云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罗艺轩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最佳学习奖 最佳学习奖 荣誉奖 接着 曾子亭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品学兼优奖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 曾子柔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最佳表现奖 荣誉奖 接下来是 陈山林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 张仪杰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最佳表现奖 荣誉奖 服务奖 接下来 林巧如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品学兼优奖 荣誉奖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 许林安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市长奖 及奖学金 荣誉奖 服务奖 接下来是 事业资金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勇者无敌奖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 曾绍轩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 曾绍轩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荣誉奖 学习优秀奖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 李杰飞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优秀奖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 张银轩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 李嘉宁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教育局长奖 及奖学金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 李英明同学 恭喜六年修业期版 颁给毕业证书 学习卓越奖 荣誉奖 以及服务奖 接下来是 荣誉奖 恭喜毕业得奖的同学 更希望你们能持续努力 争取更高的荣誉 让大家以你为傲 再校生代表 致祝福词 再校生代表 五年美班 陈忠祐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day is your special day We are going to see you all from this school We can still remember you help Earth enjoying the life here soon after joining into this big family We have been learning together for so many years 校园里充满了我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这些珍贵的时刻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尽管多么舍不得向你们道别 你们还是必须向下一个学习阶段邁进 别忘了要尝回目标来看看我们 我们相信你们未来的表现 一定会让我们深深隐隐为荣 再见了我亲爱的学长学姐们 让我们献上最深的祝福 祝你们前途光明 红尘万里 Goodbye and good luck 谢谢中佑代表在校同学 把离情依依的心声说给学长学姐们听 毕业生代表致感恩词 毕业生代表六年中班刘耀宏 我们即将毕业了 陪伴我们六年的老师同学们都将离我们而去 但是毕业也代表新的人生篇章即将展开 我们不必感到灰心 要一直努力的走下去 同学们尊重再见 蓬城万里 六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 转眼我们即将要毕业了 回乡以前的我们还真是顽皮啊 常常为了一点小事而争吵 让老师们非常的头痛 现在的我们正一天天的不断成长 为了将来而更加努力 我很感谢六年来教过我们的老师 你们带给了我们更多的知识 谢谢您 也祝福我们的未来一帆风顺 毕业快乐 平安健康 六年人班 赞永华 亲爱的校长主任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六年人班赞永华 今天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日子 我要毕业了 也就意味着我要升上国中了 心中虽然喜悦 但总带有这么一点不舍 天下无不散的宴行 我们终要离别 与其将悲伤留在这里 不如将期待留在未来 感谢师长和同学们的陪伴 也感谢三峰国小带给我一个美好的童年 祝大家毕业快乐 谢谢大家 六年爱班 陈伯华 就会缤纷盛开的凤凰树花朵盛开了 各位同学 还记得我们婢女在晚会上疯狂的跳舞吗 还记得我们在运动会时 脑足全力的跑大队接力吗 我们总是和顽皮的吵吵闹闹 这一刻我即将告别 亲爱的同学 亲爱的老师 我心里满满的不舍 从此一别 大家各奔前程 祝福亲爱的老师 身体健康 祝福毕业同学 蓬城万语 六年美班 林玉婷 徐宇杰 亲爱的校长老师们 贵宾和同学们 亲爱的校长老师们 贵宾和同学们 凤凤花开的时节 便是我离开小学的时候了 我好难过要跟所有师长和好朋友们说再见 On the other hand I'm glad I have finished the first part of my education I'm going to start the next step of my life 但另一方面 我有很高兴完成了人生第一个阶段的学习 并即将启程迈向第二个阶段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In the past six years You did teach me a lot You always guided me Your words always encouraged me 我要谢谢所有的师长 过去六年 你们对我尊尊教会 总是引导我 字字句句都鼓励着我 I cannot believe I'm saying goodbye to this beautiful school I love all the flowers and the trees I also love the library I like reading there 難以相信我就要和我最爱的学校说再见 我爱校园里的花草树木 他们就像是我们的朋友 我也爱图书馆 里面有很多书籍 我常常在里面享受阅读之乐 For two thousand days I started and played with my classmate in this school Now I'm going to the junior high school I hope I will be as happy there as I was here 我不会忘记这两些多个日子以来 同学们在学校学习和嬉戏的情形 希望我进了国中之后 能跟现在一样快乐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the teachers agai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Wish our school the best And wish all of you good health and good luck Thank you 最后我要再次谢谢所有师长 谢谢你们的耐心教导 愿你们身体健康 幸福满满 谢谢大家 谢谢六位同学代表毕业生 感谢老师无怨无悔的付出 并向所有的师长献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 毕业影片 青春有你 本届的毕业生共一百二十五人 各个多才都已 赌食好学 勇于挑战 今天他们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习 而这六年来 他们在山峰不断成长 着重的过程与生活的点滴 就让我们与毕业生一起来回味 这些美好的时光 在此见面 我们又会在哪里 是否会 人有相同的默契 教室里有我们青春的声音 踏出操场走进了回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时光飞逝 总让人措手不及 相见星星 却还留在原地 因为有你青春就有了意义 不会忘记只会更珍惜 从声音乐 从声响起 谁处理便是结局 还有好多故事等着我们继续 你回头看 会发现我一直在这里 为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Zither Harp 时光飞逝 总让人措手不及 向前行 向前行 心却还留在原地 因为有你青春就有了意义 不会忘记只会更珍惜 从声响起 终声响起 终声响起 谁处理便是结局 还有好多故事等着我们继续 你回头看 会发现我一直在这里 为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Zither Harp 从声响起 终声响起 谁处理便是结局 有好多故事等着我们继续 你回头看 会发现我一直在这里 为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青春有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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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见面 我们又会在哪里 是否会 仍有相同的默契 教室里有我们青春的声音 踏出操场走进了回忆 Zither Harp 时光飞逝 总让人措手不及 向前行行 却还留在原地 因为有你青春就有了意义 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 只会更珍惜 从声响起 谁处理便是结局 还有好多故事等着我们继续 你回头看 你回头看 会发现我一直在这里 为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Zither Harp 时光飞逝 总让人措手不及 向前行行 向前行行 却还留在原地 因为有你青春就有了意义 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 只会更珍惜 钟声响起 谁处理便是结局 还有好多故事等着我们继续 你回头看 背发现我一直在这里 背发现我一直在这里 为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为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从声响起 谁处理便是结局 还有好多故事等着我们继续 你回头看 背发现我一直在这里 背发现我一直在这里 为梦想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青春有了你 Zither Harp 老师的祝福 孩子们 恭喜你们顺利毕业了 老师们有好多感动与叮咛 想要告诉你们 请大家仔细聆听 用心感受 老师们的毕业祝福 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美华老师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你们就要毕业了 跟你们相处的两年时间 也即将结束了 还记得刚当你们搬到的时候 我是如何的战战兢兢 因为你们是我 开始代班的第一届 一开始我就像是一个新手妈妈一样 一切都在适应中 是你们陪我慢慢的学会 如何遇到事情而从容不迫 从你们身上 我也看到了同学间的爱护与包容 我真的很荣幸 一开始当班导 就遇见你们 虽然有时候会因为作业的问题 而对你们大动肝火 但我也曾告诉过你们 你们还是我最喜欢的一群 记得毕业不是学习的结束 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老师希望你们从现在开始 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 并且将它变成你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这样才能够持续不断的进步 老师在这也祝福即将毕业的你们 能够蓬城万里心想事成 但最重要的是 在这疫情严峻的当下 一定要好好地保护自己 最后记得有空的时候 可以回来看看学校 看看师长们 以及看看可爱的学弟妹们 最后还是在祝福你们 毕业快乐哦 拜拜 嗨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恭喜各位同学 今天要从三峰国小毕业了 进入国中心的学习阶段 好快哦 转眼间大家都要毕业了 就这样结束了吗 在此 我要特别感谢六校同学 这两年来的协助跟配合 大家各项的表现都很优异 进步很多哦 那特别是阅读方面 这两年来平均每个小孩子都读了三四十本书以上 希望大家毕业之后 少了光瑞老师的叮咛与要求 同学还会持续的多阅读 并且透过这次停课不停学的方式 学会如何自主学习 不断的精进自我的知能 未来人生有很多的挑战跟难关 可能并非事事如意 希望同学能够以正向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未来 勇敢的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对生命中的人事物 对人要知所感恩 听从父母师长的话 对事要善尽责任 独有best 对事物对物要珍惜惜福 最后祝各位同学蓬城万里 前程四季 毕业快乐 拜拜 亲爱的同学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也是一个专属于你们的日子 老师在这里要恭喜大家毕业咯 毕业不是结束 而是另外一个崭新的开始 老师心里一则已喜一则已忧 开心的是你们已经长大 即将展翅高飞 担心的是 不知道您有没有做好了 希望前进 不管是学习课业上面 生活常规上面 或是班级竞赛方面 你们总是可以一次比一次更进步 而且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 老师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以你们为荣 升上七年级之后 希望大家也要秉持着这样的精神继续学习 最后 老师要祝福大家 一年来你们从懵懂无知的孩子 蜕变到现在的成熟稳重 忽然惊觉 这六年的时间过得好快呀 但从明天开始 你们将再也不用听到老师骂人的声音 明天开始你们再也不用到山峰的教室上课 青春就是这样 总是在后知后觉中才发现他的美丽 那老师呢 老师要学习 要习惯没有你们在身边吵吵闹闹的日子 你们是最乖的六爱 是最贴心的六爱 我很幸运带到你们 纵使心中有满满的不舍 但还是要微笑的送你们出校门 外面的世界很大 别怕 希望你们培养一颗乐观进取的心 迎向未来的挑战 祝福各位毕业班同学 蓬城万里 一帆风顺 谢谢 哈喽 我是淑青老师 哈喽 我是文慧老师 今天是老师最后一天穿班服哦 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班服 这是一件充满回忆的战服 值得你好好珍藏哦 你们的美术作品也充满了偶心力写的过程 也要好好的保存哦 未来的生涯 你们要记得尊敬掌上 团队为先 这是为人处事很重要的态度 可以让你无往不利 在这波COVID-19疫情很严重的当下 老师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照顾自己跟家人的身体 记得生活要规律 与食要均衡 第一优先最重要的就是身体 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嗯 国中时要好好学习 好好玩乐 要丰富自己的生活 不要让自己的青春留白哦 有空要藏回来学校看看老师还有学弟妹 再次回忆起校园的生活时光 以后也要培养画画的兴趣 老师爱你们哦 孩子们请带着师长与同学的祝福去挥洒 去创造更宽望的人生旅程 希望你们能够怀抱着信心与希望 向前迈进 拥有属于自己的天空 自在翱翔 请继续感情 李晨 感谢大家的参与及观赏 珍重再见